好我們接下來看到外國的焦點 娛樂圈的焦點 就是也就是58歲的好萊塢男星 藏地戴博敦前妻安伯赫德提高誹謗 那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嗎 是 他自己官司啊 是的 然後他求償了5000萬的美元 超過14億的台幣 那安伯赫德也反擊啊 他就反訴說求償1億元的美金 近30億的台幣 那隨著官司進入最後一週的階段 那我們這裡也為大家整理了這場 把世紀官司的懶人包 快速來了解事件的來樓去脈 他在抓我的鼻子 強尼戴博眉毛上揚 顯然不認同安伯赫德指控他提強搜身 這場世紀院偶互接窗疤的法庭大戲 任意六個星期 他們為什麼會互告誹謗 不時要從這張床戲照片說起 那是2009年他們合拍最後型男日記 這部電影而認識 最後這段結婚情節在2015年真實上演 可是才過了一年多 安伯赫德就帶著淤親上法庭 申請家暴保護令 並肅請離婚 最後以700萬美元和解 但2018年衝突再起 強尼戴普還在和報導 他是家暴男的媒體打官司 安伯赫德出庭作證 之後投書媒體公審 讓他秒丟多部片約 氣得在2019年反告安伯赫德誹謗 安伯赫德也告了回去 而官司在今年4月正式開庭 安伯赫德聲淚俱下的指控 強尼戴普酗酒又嗑藥 腦袋整足排撩撩 砸東西割斷手指 用血在鏡子上寫字 以前還挖他的硬X找毒品 關於斷指事件 強尼戴普陣營公布錄音 反控當天是安伯赫德 把他打到送醫 強尼戴普的律師更直指安伯赫德 很會演 但安伯赫德強調 他是頂著死亡威脅 來打這場官司的 強尼戴普則承認自己的不完美 但絕對沒有交曝過安伯赫德 無論判決結果如何 這場關係都讓大家印象深刻